作为中国一度疫情最重,管控时间最长的城市,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,进入疫后重振阶段后,武汉经济开始触底反弹,从一季度GDP下滑四成,到二季度单季打平,再到三季度全面回升,经济总量重回全国城市前十。 近日,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周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,尽管遭受疫情重创,但武汉长期积累的区位交通,科教人才及产业优势,不会因为一场疫情而抹平。 此外,在中央一揽子支持政策和全国上下搭把手,拉一把的助力下,武汉市经济恢复的态势远远好于预期。 我们从一季二季三季,经济增长的降幅是逐次不断在收窄的,这个降幅的收窄也有它内在的规律和过程,所以我觉得武汉市目前的经济恢复的态势非常之好,应该是好于预期,远远好于预期。 12月6日,全国保险创新发展大会在武汉召开,此前,2020世界区块链大会武汉,2020武汉数字贸易大会,第29届中国时博会,中国首届5G加工业互联网大会,2020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,第21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,第2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。 以后从这以来,武汉的大市盛市接踵不断,人气不断高涨。据武汉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,截至10月底,该市举办展会结市活动256场,尽管总量低于去年,但8月至10月,全市举办规模以上展会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。 这个也是中央对湖北疫后经济重振,一览子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,也是我们湖北在疫后重振的过程中,能够重拾信心,重新向全国人民,向世界人民展现武汉的形象,展现湖北的经济发展的业绩,展现湖北人民的精神风貌的,也非常关键的平台。 当然更重要的是,这些重要的结会,他们对于我们未来的产业发展意义重大。 面向未来,武汉的思路很清晰,将实体经济作为立身强势之本,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,集中于发展数字经济,头部经济,枢纽经济,性创经济,全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,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,先进制造业为主体,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。 经过这一场疫情的洗礼,经过这一场疫情的冲刷,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的重要。 所以它实际上使得我们在淘汰了一些落后的传统产业的同时,可以更大踏步地在推进包括生命健康,数字经济等一系列的这种新兴产业的迅速的发展。 我们还是在这个领域中,应该是大有可为的。